Hi! My name is Kai-Wan 今天來快速開箱 這一個是我已經想買非常非常久的東西 那就是我們的機械影像穩定器的穩定器背心 那我們就直接來快速開箱吧 OK!這是我們的背心的正面啦 這裡可以調整我們整體我們的高低 然後這裡還有調整我們穩定器 待會要安裝的位置高低 然後還有兩個肥胖的海綿墊 這個應該是放在腰部的 然後這個是整個是背在身體上的部分 OK!那接下來我們就要來開箱我們最重要的部分 就是我們手臂支撐的部分 超讚! OK!所以裡面有兩個不知道要幹什麼的勾環 然後有兩隻不同大小的六角扳手 兩個重量級彈簧 這個應該是可以支撐比較重的相機用的 那它原本安裝的就是比較輕的彈簧 這個太猛啦!哇塞!它還蠻有份量的 那我們箱子裡面還有最後一個就是穩定器的轉接器 就是它可以安裝各種不同的穩定器 像這個穩定器我們就應該需要用這個安裝上去 那剛剛不知道要幹嘛的勾環 我猜就是這樣用了吧 就是你可以給別人拿啊 或者是你要放在掛在一個地方休息之類的 好啦!那我們就直接把它安裝到我們的背心上面看看 然後順便也直接把我們的相機裝上來玩玩看 OK!那我研究一陣子之後 我們把背心調整好 然後穩定器也架好 那我們接下來就直接把它手臂加上來 全部組合在一起看看 OK!那差不多就長得像這樣子 那這一根手臂就是來支撐我的相機 是我的右手原本要一直撐著相機的 現在就是輕輕鬆鬆 我們只需要調整我們的相機鏡位的高低就可以了 那左手呢 功用還是一模一樣 那因為我右手不用再支撐我手拿重量 所以我就把根膠直接放在這裡 我就可以直接無限根膠 我就自己追我自己的膠 走路的方式跟身體的姿勢其實也不太一樣 就是你如果平常拿穩定器 你身體想怎麼歪 想怎麼傾斜都可以 但是你加了這個彈簧手臂之後呢 你就是身體一定要一直保持直的 就是我覺得還蠻不一樣的地方 你就是要學著如何直挺挺的走路 那加了這隻手臂之後 你其實你比較容易往前往後走 那如果側著走呢 我覺得就會稍微有點困難一點 那如果你沒有辦法側著走 那你又沒有螢幕的話 你是幾乎看不到東西 像是你這樣子 然後你要拍旁邊的東西 你就根本看不到你的畫面 所以我要想辦法要看在哪裡加上螢幕 不知道欸 我覺得如果螢幕可以夾在這邊的話 是不是還不錯 因為你如果放在機頂啊 或是下面的話 就是正常steadycam那樣子的話 你旋轉的話 你構圖就會完全反過來 所以其實還蠻難構圖的 那如果你直接夾在這邊 然後看要用接線的方式 或是用無線圖傳的方式 直接接在這裡的話 我就低著頭就可以 隨心所欲的動我的影像穩定器 而不會影響我的構圖 我就是看著畫面 然後動我的穩定器 是不是還不錯 那我這樣反過來拍攝的話 我的螢幕也是正的 所以我就是可以好好構圖 呵 之後再看看吧 我是覺得這手臂還不錯啊 就是你可以很輕鬆的 從很低的角度 直接蹦到比較高的角度 只是你平常手持的話 沒有辦法扳到 因為你的手沒有那麼有力 那這樣子穩定器 鏡頭 然後跟這些東西全部加起來 也是一個5公斤的重量 那這全部的重量就壓在身上 我是覺得 就換個地方淚 就不是手淚啊 但是你手淚 你手會抖 會影響你的品質 那你這個類 就是它不太會影響你的影像品質 你只要站穩 它就是很穩 它不會在那裡忽高忽低的概念 這個手臂還是需要再練習一陣子 因為我已經用這個機械影像紋理器 大概六七年了吧 所以其實對它非常非常熟悉 但是多了這個手臂 就其實是 又是一個新的章節 就是完全不同的故事啊 那就 再看看要玩多久才能 把它發揮到極致吧 OK 那我們就走出我們的房間 拿來拍一些影片 跟大家分享分享 OK 之後我們今天的影像紋理器機械手臂的開箱跟分享影片 當然喜歡這個影片 也可以按個讚 訂閱我的頻道 可以看更多的相關影片 這裡有一個全部都是攝影相關的playlist Make sure you check it out My name is Kai Wan and I will see you guys next time Bye Bye